字幕君 字幕君 如果您今天簽了一個合同 約100萬澳幣買的房子的話 今天Jeff老師會講725 Foreign Exchange的所有知識點 沒錯 球長30秒鐘 這位同學請您上課認真聽課 我是球長欸 算了 Jeff 老师给他面子慢慢撤 Jeff 老师 干话片 大家好 我是来自未来教育To Feature Education 的 Jeff Wu 老师 那么今天在这里想要为大家分享一下 MAA 725 Week 5的一些考试的知识点 Accounting for Financial Instruments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一个Concept 叫做Foreign Exchange Contract 也叫做Foreign Exchange Forward Contract 它具体是一个什么呢 它是一纸合同 它让买卖双方都可以在一个预先商量好的Foreign Exchange Rate 在未来的一天去做一个外汇交易 那么这样子能够为双方都降低风险 这个叫做Foreign Exchange Forward Contract 要做的事情 首先我们来看第一个Example 假设你今天12月1号2017年签了一个合同 将要花100万澳币的价钱来买一个房子 那么在12月1号签合同 通常呢不会在当天付钱 那么题目里面说了 它是明年的2月28号 三个月过后再付这100万澳币的钱 好 那么现在问题来了 12月1号2017年的当天 Spot Rate也就是市场下人民币兑换澳币 是5块钱人民币兑换1块钱的澳币 那么同学们可以很快的反应过来 那么12月1号当天的汇率来算的话 你将要花500万人民币去买这个房子 但是我们Settlement并不是在12月1号 而是在三个月过后的2月28号才Settle 那么我们来看一看题目给出来 2月28号的Exchange Rate将会变成6块钱的人民币兑换1块钱的澳币 那么马上也可以反应的过来 那么在Settlement当天 我们到底要花多少的人民币 你才可以买这个房子 那么6比1的价格 那很明显 你是要花600万来买这个房子的 那么这个是Example 1 我们需要掌握的内容 那么同学们现在问题来了 聪明的话 你会发现12月1号当天的汇率是5比1 肯定比Settlement当天2月28号的汇率要低 也就是说如果我能够在12月1号当天给钱 不是可以省100万人民币吗 说的没错 但是因为contract上说 你不能够在12月1号Settle 而是2月28号才能Settle 那你怎么样才能够把这个钱省下来 同时也能够在2月28号当天付钱 而不是在12月1号当天付钱呢 好我们来看Example 2 Example 2其实跟Example 1是一模一样 还是你还是12月1号的当天签了一个合同 要买一个价值100万澳币的房子 Settlement是第二年三个月过后的2月28号 好那么为了避免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个外汇 fluctuation的风险你会怎么办 就一个Example说你会在买房当天12月1号呢 同时除了签买房contract 你也会签一个forward exchange rate的contract 把你三个月过后的exchange rate lock in在1比5.5 那么意思就是说简单来问大家两个问题 Question 1 How much人民币 you will pay on 2月28号呢 你将要配的人民币并不是600万 而是550万 因为你的lock in的价格将会是5.5比1 好那么第二个问题来了 那这个forward contract到底能够帮我省多少的钱 How much CNY you will save 那么我们可以跟第一个example对比 如果没有forward contract的话 那么在2月28号你将要以市场价1比6的价格来兑换 那么你如果没有forward contract要花的是600万人民币 但是有了forward contract1比5.5过后呢 那么你将要花550万人民币就可以买到这个房子了 那么也就是说这个forward contract 再次一个case帮你省了50万 这个就是forward contract的作用 希望对大家有帮助 最后跟大家分享一句话 学习是门艺术 考试需要技巧 留学生表面时间 谢谢